大高雄市的研習 可能就是同一個研習 我們會有三個 就是參加研習的老師 是在三個或者四個 或者甚至比較多的場地 那麼講師只有一位 他可能在其中的某一個場地 其他的我們的同仁 那麼在不同的場地來收聽 那麼這個畫面的話 應該不會只有這麼小的畫面 這樣的話就比較不那麼真 我們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畫面 這樣看起來的話都會比較真實感 那我想我們一化創新學校 是從我們95年開始的 未來學校開始 一代一代的那麼都會有一些不同 那麼95年那個時候我還在中山大學服中當校長 那時候我就要我的同仁說 我們一定要申請 他們說那可是那個只是給高雄市的學校 我說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老師也都是高雄市的 這個住民我們應該有資格申請 不管怎麼樣反正我們就是第一案子 後來是沒有申請到 不過我知道那個未來學校 當初微軟要在高雄市其實他只要選一所而已 因為在台北那時候已經選了一所中輪高中 後來在高雄市他希望再找一所 後來我們高雄市的氣度心很大 他一直在強調的 未來學校或者是未來的世界 他的重點並不是有多麼嶄新的一些硬體的設備 而是人的思考 人的思考的模式 包括老師的教學的模式 學生學習的模式 這個都要跟過去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所以我們有這個未來學校 然後再來就一化創新學校 再來一化創新的夥伴學校 我們已經到了第三代 那大雄市其實對未來創新學校 我們經過零選 就是由一彥的學校經過零選 那麼很多的縣市都是指派的 指派的人去開會了 他說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我們來平時演和平國小的時候 和平國小的團隊顯現非常積極的企圖心 就想把這個學校辦好 那這個學校各位如果有時間去看一下也知道 他是有一點老舊 因為他是在老社區 但是學校地圖要去重申 所以這個團隊非常積極 後來就選定了這個和平國小 那他這一年多來 學校做了很多的改變 第一年他當然是以硬體的充實為主 他有蠻多的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一些教學場域 教學方式 教學思維的改變 然後引導我們的孩子 讓我們的孩子能夠觀國際接軌 有未來的競爭力 那和平國小也一直在這樣的主軸上 一直摸索 然後一直也站在別人的肩膀上 去想要找到最後的一個屬於和平國小的模式